今天是2023年12月13日啊 早上10点半吧 我今天在做一期节目 关于就是那个狗币链当中 它的名文上面 哪一个名文可以 是我觉得可以买的 就我自己买的 但我不建议你中厂啊 我中厂不建议你中厂 是因为你什么党上 我中厂的你也配买吗 开玩笑 好 我先回顾一下 我之前说的那个啊 就是 我之前说我 说完了 就是约货币啊 不是名文啊 因为它拥堵啊 所以呢 这也就是名文可以 就是 哪里有拥堵就哪里投啊 都是秘诀啊 然后 我之前看了很多人就推荐了 有有总决啊 就是我需要做的视频吗 后来我在推特上也看到有的人 就是八号九号有人看做那些 那就推荐 就是说各种链 它给你出了各种名文链的龙头啊 比如说BTC有的 ETH上面有ETHS啊 那么这个TRX链上有什么Trix 什么BNB链上有什么BNBS啊 就是他觉得这是龙头啊 然后大家还也推荐了 然后呢 我的感觉就是啊 不是名文都能投的 也不是说绑基都能投啊 你 你那个绑 你那个区块链上面都没有拥堵啊 没有拥堵就其实没有负能啊 就不能投啊 其实投的话 你一定要那个链要拥堵 才能去投啊 但投了你也要出来啊 你别不出来啊 所以有意思就是说 后来我又看到十号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就是胡文又来了 感觉什么 林郑英同志要出来一下 那个 有意思啊 就是虽然我不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胡文是什么 也不知道是什么链发的 我打字都打错了 更不知道在哪里买啊 只是 其实我是觉得 只要将来符文也产生拥堵了 你们也 你们也会就去排队啊 关于那个符文啊 听说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创世纪符文 就扩克啊 但扩克有一个其他的一个也叫扩克 有一个 一个笔也叫扩克 所以你 还有能够认 这个认识啊 不知道什么念啊 好 这个鞋子啊 他们说是第一符文啊 可能是这个鞋子上面 有一个叫什么 还不知道 优化也是 BFC上面的啊 BFC20上面的啊 对大笔的一个分成功绩啊 他们说有这个扩大 扩隆大笔链啊 完善大笔生态就是说第一波 也就是说也会使它拥堵啊 你还不奇怪呢 当中的那个比特币链就比较拥堵嘛 所以我就说 都明文这个热度才来啊 这个符文又开始了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观众一下 然后就是啊 比特币生态上那个 他们认为有符文转 有明文转符文 有这个趋势啊 你自己去看啊 然后呢 实际上不那天报低了吗 那报低了 我就截了图啊 我就跟你说 其实也不用担心啊 其实牛市已经来了 没问题 你为什么呢 你看 明文都才开始的 而 明文的应用的还没开始呢 另外的新的符文 那个玩法也在等一名日啊 哈哈怕啥加仓 背注啊 我是教育群众买笔违法宣誓 开玩笑 然后 其实我是真觉得啊 就是你若抓不住这么简单的情况 2024年 你是不可能成功的 也不可能报复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从去年 年终一直暴跌暴跌 到报到今年啊 年末啊 还赶上了这个 明文这波啊 这里面有一个 就Catty Kinnan 他就推荐那个 狗币链上 就买了个Dogium 这个我把它称为Dogium 我把它称为Gram 就是我自己把它称为Gram 今天就是我想要讲的 这个啊 就是 狗币链到底买什么 因为狗币链有 有很多 上面的明文有Dog Dog Gi啊 也有这个Dogium 啊 Gram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还有一个 还有之前的那个Dogium 还有什么Catty 什么油尼龙 所以我就想 给大家做个节目 重点讲一下这个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 你们自己看一下就行了 去我的那个 就我朋友的这个推特看一下就行了 好 今天就是我要讲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呃 今天我就早上看了一遍 呃 这个Dogium 明文的分析啊 当然总体是有个电报网友推荐我看的 但总总体来看 我我看了一遍文章啊 总体来看的就是呃 都是垃圾啊 但在垃圾中我还是选择中藏了那个Dogium 就是Gram 另外我是觉得狗币这个Dogium啊 狗币总体来看是快乐的啊 它会给你带了快乐 但是隔壁中文社区啊 是一个垃圾垃圾社区啊 我被他们封禁了 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被他们封禁啊 就因为我在里面打了两个明文字吧 他们就把我封禁了 然后我 我就在他们那个聊天当中就说了一句那个 就什么呢 呃 提了一下明文可以买啊 是22号明文可以买啊 12月7号也没点下 结果他们就别把我 就直接就警告我啊 说你瞎来我自己把你封禁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啊 其实我说完以后那个名文 就飞涨啊 这个这个Audio的名文包括什么 都飞涨啊 也就带来这段的优势啊 所以他那个也是个垃圾手续啊 他的那个语音啊 什么X啊 那个就是那个Twitter 那个spice 我就不不参加啊 很多人还他们我这个 然后我我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总结的就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就做出今天这个总结啊 就第一 我直接跟你说答案就是 呃 我只要看这个Dodge名文的那个分析啊 总结 我就给你总结一下啊 第一都是垃圾啊 垃圾中我还是选择中藏的那个Dodge 嘛 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选择 第三 Dodge是快了 但是这个Dodge中文就觉得是垃圾手续啊 第四啊 我认为这个Dodge是最可能上边的 或者上OK啊或者说什么啊 嗯 就说一定会上啊 那第五我中藏这个 但是啊 你别买啊 因为你什么当时啊 你来买我中藏的啊 你给我滚一边去啊 大家开玩笑啊 这个是开玩笑啊 好 就我这句话是开玩笑 你别买啊 就是不不不 嗯 从这里开始啊 你别买后面这个 我是开玩笑啊 因为你什么当时 你也来买我中藏的 这是开玩笑啊 之前我是这样把你说的啊 就是你别买之前啊 你别买 我也希望你你看不懂了 你不要去买啊 这个买币是违法的啊 在某国是违法的 在很多国家是违法的 所以从这里开始啊 我是认真的 你别买 这个句号这里 一直往前 往这个之前是 我是认真的啊 当然你们也听不懂的 我将来等下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呢 你就一定要去看一下我这个韭菜报复 务必要看这个视频啊 并关注我这个朋友的这个YouTube频道 他这个频道他真的很厉害啊 你就不会错过他分析的那个 项目机会啊 我这个有人赚30倍啊 平均赚30倍啊 12月19年9月韭菜报复密集 他这个密集的这个视频 你没再去赶 因为他在明文他认为他在明文的 明文带起的一个B线牛市等种啊 韭菜如何选择投资费种啊 他他他他怕你 有的时候他怕你这个男的看这个视频啊 他就跟你说哪里有明文的拥堵啊 有明文影子的拥堵啊 那里就可以投资啊 你一定是看一下这个是不是 这个视频挺挺好的啊 而我为什么就是我等一下 我为什么就是今天我我做出这个总结啊 我这个影片讲一下 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文章啊 这个文章啊 这个文章我把它缩小一下啊 这个文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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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 以及惠种啊 他说目前 主要有两种协议啊 一个叫 Dodginos 和 Cardinox 两个不同 不同 协议标准的名文啊 并且呢 这个 DLC20上有三个 不同版本的索引 你要知道这个索引啊 你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 它注册了多少 这个名文 对比英特朗 所以呢 不同版本 之间的数据和标准 它是不互通的 所以呢 那个DLC20代币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本文当中 就会例举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 来清理关系 第一个就是Doginous Doginous是2020年2月发布的 最早发布也是 因为最早 这是最早发布的 也是最经济于 那个比特币Ordinar 原版协议版本的 得到了Ordinar Wallet 这里的老平台 老Orgy平台的支持 作者呢 在这里啊 你去看啊 然后 Doginous的钱包 在这里啊 Doginous主要交易和流动交易所 其中第一级啊 不是 Doginous 说出来 Doginous Doginous 是Doginous上面 最开始部署的一个 Doginous代表 它是2023年3月11号 美国时间啊 这个9点22 那就是中国 中国晚上时间啊 中国10号的那个 不是 中国12号的那个晚上时间 它部署的 发布的 它总量是2100万 也是模仿啊 好 这是它的当时的一个 截图地址啊 当时 当前的市值 就这个多价 这个多价 当前的市值是 三千万左右啊 三千万档啊 这是它的那个市场新鲜的 Marketplace Marketplace 好 这也是第一个 支持DNS 然后它搞了一些应用啊 比如说Dogin Dogin 你就可以买它一些 NFT应用啊 这是抽中于Google币 NFT的交易市场 哎 不是 不是 这个Doginous上面有这些啊 这个上面它用Doginous写开发的一些NFT啊 这个NFT什么玩意儿啊 抽得要死了 然后呢 第四个就是Ordinar Wallet啊 它这个BitB Ordinar的 OG啊 OG吧 那个为Ordinar开发的交易所啊 提供 科科会计的交易体验 这个也是 挺好玩的 这个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它有什么生态呢 它的生态啊 第一个 育民啊 它有育民服务 它搞了一个育民服务 第二呢 它也 搞了一个 那个 生态发展的那个路啊 这个就是 Citobin Citobin 的Google币版本啊 这是第一种啊 就是第一种的那个Dogin D-O-G-I 然后就是 然后呢 就是大家 就是我重仓的这个啊 就是 由那个 Dogin 就是吧 叫什么 D-Deep Wallet 那个钱包 谷歌上面 那个钱包插件啊 插件 然后搞的那个 哎 怎么不知道 你看到我的重仓 吃仓 我朋友在吃仓 不行啊 就是 呃 它是有这个团队搞的啊 这个 这个Dogin 就是我 我重仓的这个 这个 这个钱包 我之前说过 它是我 去年 078月份吧 我接触的一个团队啊 不 有个 Dogin Demo群 有个群友 它就让我测试一下 它那个 这个钱包啊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钱包啊 就是这个 哎 就是 就是这个钱包啊 看到没 就这个钱包啊 就这个钱包 就这个钱包 想给他投点钱 然后呢 他当时也就做了这个钱包 我还 我还说这个钱包的界面很好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应用 所以我们也没 后来也没聊了 因为 他也不知道怎么应用 我怎么给他投 还没跟我写筹划书啊 好呢 然后 这个就是前面提的了 这个Dogin 第一个代币是 3月份部署的这个Dogin 但是3月份出钱包 尚未完成啊 那时候 Mint的大部分人 就是 极少数啊 懂点代码的 就可以 电了即可 并且那个 GoGoB Gas 便宜的那个特性啊 所以认为 3月份部署的那个Dogin 并不去中心化 你注意啊 所以呢 那个筹码可能 集中在少数人手边 于是他们在5月9号左右啊 有人就重新部署了 就总量 21个亿版本的 这个Dogin 注意啊 当时他的名字 还没叫这个Dogin 他当时叫Dogin 他就说 他觉得 之前做那个Dogin不好啊 一重新做了 然后他的部署 就是这样部署的啊 好 这个Dogin钱包呢 这个团队啊 就为了这个 为这个Dogin啊 建立了索引器啊 也就是从5月9号这天 开始算 有效的Mint啊 其实在对Dogin 索引的时候 并且号称就 过滤掉他那个 女巫的那个Mint的例子 这也是和另外一个版本的 主要区别 注意啊 现在我们 还看啊 这个 然后他们就 又发布了这个Dogin 交易所 他们刚才说 我刚才读的他们说 建立了这个索引器啊 但是这个索引器 他没有公开啊 那也就没有公开 也就是说 他们怎么 去认为 去那个验证那个 或者就承认这个 就你注册那个 这个Dogin M 那你就不一定了啊 所以说这个也是 哎 他做了不好的地方 好 我继续玩 他后面他们就 但是我在说 他们做了不好的地方 后面他们就紧接着说 后面他们就发布了这个Dogin X交易所啊 就是这个 你们如果去看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也没啊 然后为了方便 之前三一份部署 这个Dogin 就是他们就 就区别 为了方便区别啊 区分 好 他们就把这个版本的 那个前端名字 就改为这个Dogin RM Dogin 就是我给他称为狗阿姆啊 好 就是你们看这个 这个我那天 我大概是10月3号 12月3号我就中仓了 我再告诉你 我后来又讲上来 这个版本的那个Dogin 总量是21个 那个名文 21个 目前大概是 1100万到 他的交易地址在这里 你们去看 待会儿我会把这个文章 发到我那个 推特 发到我朋友推特 但是需要注意风险的是啊 当然你们也 都是他的gethub 那个代码的地址 你回去看 但需要注意 风险的是什么呢 就是 就本文指数啊 即使本文 发出来的时候啊 就没有 上面找到这个Dogin 那个索引器的 这个开源信息啊 这种机制下 这个Dogin X索引器 有判断 用户 钱包余额的是否 有效的权限 那就是说 他们如果没有公开的话 他们就说 如果你的钱包里面有啊 他们就说 你那个无效 或者有效 那就麻烦啊 所以说 目前多几个代币 也只有那个 这个 这个 Dep权包 这个Dep wallet 团队有记账权啊 所以说你 那你 不然 我觉得他们 如果解决这个问题了 其实他们 我是觉得他们 其实可以 这个币还会翻很多 我也认为 他们是 就有可能上交易所 但是目前 他们表现出 第一 它那个索引器 找不到 这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第二个呢 他们那个 电报群里面 你如果敢 问这个问题啊 或者是你敢 推荐其他币 或者是 他就直接把你踢了 所以这个格局很小 所以这两个 是变成致命的 第二个是 第二个那种 随便踢人 这个项目 就很难做大的 第一个 它那个索引器 如果找不到呢 那 这个是致命的 那个问题啊 但 哎呀 这个B圈嘛 赌嘛 是吧 是吧 Battle Battle your life 是吧 好 做的 当然 你还要看它 用不用途啊 好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Cardino 这个是有蓬充稿的吧 你听说 Cardino呢 发布于 2023年5月啊 这个团队是这里 Auditor就算对代码 做了20开发 让那个Cardino呢 DLC20 JPK进一步优化 优化了这个BLC20 浪费UTOX的问题 并发布了DLC Swipe协计 并实现了 Swipe的功能啊 BP 在这里啊 好 对啊 后来 优尼龙就参与了啊 优尼龙开发了这个Cardino的交易所和钱包公园 本来呢 这个项目团队 他们当时都在开那个ETHF那个链 他们不是分参了ETHF链吗 就分参了那个比特币 那个那个 Etherephone 那个链 Etherephone转PWS的时候 他们就 他们就把 他们也分参了 不是很多人在分参 那个ETH是吧 后来 有的人就把 加宝瑞他们就分参了一个ETHW是吧 然后就这帮团队 他们就分参了这个ETHF啊 所以当时他们现在就说 那我们竟然就是 呃 就是分参了那个 分参出了一个新链 那我们为什么不 趁着热度 把购物币搞一下是吧 所以他们当时就搞了一个 一个项目叫做 呃 购物币 他们说呃 在 ETHF上部署 那个 购物币 那个那个信息啊 就搞出一个 什么 币叫做 呃 多几 就多几 D-O-G-O-D-O-G-E-W-O-W 就多几 Wall 那个币啊 然后用显卡挖 当时我也参与了一下 后来呢 就他们搞的搞的 结果 那个群也是啊 随便踢人啊 结果呢 后来我看他们那个推特呢 就怎么又变成那个什么 什么 UNI了啊 UNI Cardino了啊 我就看不懂啊 原来他们是 转方向了啊 就没有继续搞那个 Dogic Wall了啊 是是是 转到那个 面文上面去了啊 然后这个 这个UNI就特别是接管了 可能主导了这个 Cardino交易所和钱包功能啊 他地址在这里啊 这个我没有参与啊 因为我 对他们这个变来变去 我有点脑袋晕啊 其中 Cardino D-2-C-20市场上 目前四值和流动性 最高的两个币 就在他这个鞋子上面 最佳Cardino D-2-C-20鞋子上 啊 他的 他的那个 是这两个 UNIX和 Cardino UNIX代币是 UNI 什么 UNI龙的 那个平台啊 你看这个 什么玩笑啊 什么UNI Elon UNI Elon 你这么 马克思啊 这个 你就感觉这个团队就到处蹭啊 就蹭蹭脑啊 就他妈恶心了 中国 在我小时候啊 我 我 我看了有个人 就特别爱蹭那一名 明星啊 叫什么 那个 什么 就有个人 隔壁不懂啊 但是他到处蹭啊 最后也蹭红了 还蹭了一个 什么影视公司啊 叫什么 唐什么 我还记不住了 反正就那个人 有个男的啊 隔壁不懂啊 到处蹭啊 然后当前 你看这个 什么蹭蹭脑 也 一千六百万啊 这个这样把你开发的这个啊 当然就他说 你现在没搞完 没没发布的 这个还猜他做 这是一千一百万啊 他乱称啊 称了一千 六百万的四字啊 然后 然后刚刚才说还有一个什么叫 卡里 卡里奈尔的一个特别啊 他是卡里奈尔的写意上面的一个 呃 他是用卡里奈尔写意上面搞的一个 Member,Member b 每次卖卖他人 就怎么读 秘密 哎呀不 类似于啊 比尔西二零的 当前四则 六百多万 那就说明 都蹭蹭脑 他这种蹭蹭脑 我是懒得投的 当然有人投了 刚才有个电报群的人说 电报群 他说他投了这个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投这个 反正他投的是 于尼龙嘛 他说他赚了好像好几倍吧 但他到底有没有落在围 不知道 他就总结啊 就是因为 就狗狗币啊 因为是完全去中心化的社区嘛 没有官方基金和 基金会和开发团队啊 所以 并不存在谁来统一 谁来定义啊 那个协议要怎么统一 那个明白 所以笔者 他认为他 更希望看待不同团队 之间合理竞争啊 就比如 比特币脸上 就存在多个标准协议啊 协议标准上 每个团队都有权 在不作恶的情况下 提出并且运行自己的 协议标准啊 诶 实际上参与的人 也可以选择符合 自己理念的那种项目啊 就我 之前 我被那个 被那个 多加阿姆踢的 是因为啊 我就说 我 我 我说你们啊 我说大家都是狗币链上的 是吧 兄弟啊 你不要 你踩他 因为 多吉嘛 特别喜欢踩这个 踩这个项目啊 他就说你们都是 这什么玩意儿 你可能都不是狗币链上的鞋子 你还到处说 你一样上OK 你又蹭我们 你又蹭狗币链 你啥呀 你啥都不是 你也没上OK OK都不承认你们 也不承认你那个鞋子 他 你推上 都发的一些啥 我就说 你们不要 我就说你们 都是狗币兄弟啊 是吧 不要互相踩这吧 是吧 你都应该 反正他妈的 你不管谁来 是吧 他都得 把这个狗币链搞拥堵啊 拥堵之负能啊 兄弟们 不要踩他们 踩他们干什么 要欢迎大家都来 就像那个 我那边发的那个 我 我说那个 现在比特币的那个 除了audient 他们还在开发其他呢 是吧 那他们也在那搞呀 搞呀多好 是不是 也会把那个比特币 继续搞拥堵啊 是吧 不管最后出现 更多的那个比特币 PLC20的名闻 更多的种类 或更多的不同的标准鞋 也好 哪怕就是出现 现在又出现那个什么 符文 我都不知道符文是什么 不管它是什么 你再把它搞拥堵 矿工的这个机器性 就会高 矿工机器性高 矿池 矿机 是吧 教育所 那么那韭菜 就会愿意进来 拉抬那个币 就这么简单嘛 就这么 就基金都会上来嘛 你看那个保尔严 按来补助 马上就加入民文了 是不是 他来不来吗 不可能不来 所以说 市场参与的人 他自己有自由的选择 符合自己理念的那个项目 不用那这么一天都晚 在那儿CX 他本文 当然他也是 作为一个梳理 也不是说 你推荐你们去买 也没什么投资 因为民文 现在我跟你说 目前都只是 早期啊 但他带来了 他的应用 他的 你觉得他后面呢 会不会 又出现了一个符文 很难说啊 所以这个 挺好啊 所以说呢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 这三种啊 就是我选择的是这个 因为我和这个项目方 有过那个 没有什么深入交流 反正和他里面那些人 个别人有个交流啊 而且我最早测试过 这个钱包吗 不是跟你说吧 我经常夸他们那个 我当时就夸他们那个 钱包界面 非常好 我还 曾经还 我还做过那个 我的电脑桌面啊 挺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 选择的这个 就是一个 总结来看啊 就是 他目前啊 表现出来就是 隔壁链 这个Dodge项目 隔壁链 就是这个 我这个 第二次企业当中 我就选择这个 Dodge Arm 但他这个电宝群啊 就是谁 可以人格就行 你 你 类似于 那个 CX传销项目 那个 他就是 你去问他的 那个说音师 你去说 你不要去采持 他隔壁的那个 B2420那个名闻 他就会搞你啊 他就把你疯了 万提了 所以我本人 非常不推荐 这个 狗壁链的名闻啊 我不推荐 是因为 你没有去看我的视频 你做不到像我那样 随时换挡 绑枝了 或者换 换绑枝了 换练了 换拥堵了 那个场景了 你都不知道 就 不知道赶快 就是 抽掉啊 你是 我经常 就是 我看了一下 这个Dodge分析啊 就走下来 就都是垃圾啊 都不要互相采 我是说 都是垃圾 不是说 你没有前途啊 这些狗壁链上的名闻 都是垃圾 目前都算是垃圾 是吧 大家不要互相采啊 互相的支持 尽量的就开发 那 那 比特币的那里 疯狂的那里 开发 我也没见谁 底是谁 是吧 所以 大家都只承认说 你是榜人 相当于你是我的盟主啊 那 大家不会说 我 其他的 不是某 某某某某某的人 不会成为某某 那个项目 不会成为那个榜人 不会成为某某 他没有这样啊 人家都是项目 就不要采 是吧 大家会努力啊 第二个就是 在这些垃圾当中 在这些那种 我还是选择了 重厂 多久 D-O-G-R-M 第三 我再说一次啊 狗壁 当然你不买明文 我之前的视频 你们一点去看 你不买明文 没事的 你买你这个 多多多多多 也可以嘛 是吧 现货也可以 只要拥堵啊 都会涨 管他明文 符文 还是什么 现货 都会涨 包括那个矿机 都会涨 所以你买这个 也可以是吧 是吧 这个视频啊 你们一定一定要去看 不看 你会后悔的 一定关注这个 我朋友这个频道 他很聪明的 人家把书读完的人啊 人家经济 金融 管理啊 人家学了很多啊 因为他不懂的 尽管 就那些现象 他一看就懂了 所以说啊 第三 就是狗币 现货也可以的 狗币现货 也是快乐的 狗币社区 本来应该是快乐的 应该是积极 开放 奔放 自由的啊 只要你不在里面 刷屏就行 你看那个 有的收门室里面 搞一大堆 那个关键词 他比网信办还牛 你在电报里面 搞一大堆 关键词干什么呢 第四啊 他还是最有可能 上交易所的 他持长量是最高的 然后呢 他今天的价格 让我看一下 今天价格 0.66了 我告诉你 我是什么时候买的 我的价格是 我都不想说 我的价格 天呐 你气氛 你像我12月2号买的 你像我12月2号买的 那个价格就很低的 很低很低 我就是零点 我是零点零三一买的 因为我一看懂 我做完节目 我没做节目 我就 我就买了 我在那天 在隔壁群里喊 你们也不听 很多人还有那批评 我说我什么非蠢极坏 非蠢极坏 说什么 说我在那 我买了 我当时喊的是奥迪 后来我就说 我还问了 像韭菜君 我说你那啥 那个叫什么 我还告诉他 我说感谢狗菜君 给我提点了 他说奥迪 那个名闻 有提个矿工费的 那个作用 我以为提 那那就好玩了 那奥迪 我当时就也买了 他是27吗 风涨吗 当时的边 我在边马上买了 买的时候已经29了 然后呢 我就说 我还给狗菜君 我说我买了 我已经买了 但我还说 我会去埋伏一下 那个狗币的名闻 当时我就知道 只有这个 我就感觉去埋伏了 然后呢 就是 我看见当时那个价格 我买的很低的 这是当时 现在的价格 现在价格 然后我就在这个 然后我呢 我就是在这个 在哪里 我就在这个位置买的 就0.31嘛 我就在这个位置买的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位置 对我就在这个位置买的 0.31 它叫了0.31 还就在这个位置 还就在这个位置买的 我谁也买的 你当时有可能也往下走啊 我买了以后还叫了一点点 那个在这个 这条线上买的 这个红线上买的 还叫了一点点 无所谓的 还叫完以后呢 我就做了一个视频嘛 做了一个视频 然后结果 就上来 这个 当时有个人还问我 他说我0.9买的 还有没有失望 我说当然有失望 只要拥堵就有失望 只要 我说牛市已经了 当时我就告诉他 说12号 当时就告诉他 牛市已经来了 他说他0.9 0.09买的 你看他 0.9买的 不是 0.09买的 我说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你看马上差点就到0.9 最高到0.08买的 没有一点问题 现在还在找 你怕什么 干就完了 你看 现在还在找 怕什么 当然了 不懂不要买啊 还有我 我这句话也很重要 你什么党识啊 你什么党识啊 你 你也来买我中长的比 好了 开启开启玩笑啊 好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有点长可能啊 你听得懂 听不懂算了 但这个 这个这个 你一定要去关注 这个电波群爱进不进啊 我也不 我也不带单啊 这个电波群你爱进不进啊 在这个视频 你一定要去看 我不带单啊 我不 我不喊单啊 我们就是 这个群势来 想搞一个那个 多几快乐群啊 大家在里面 头脑风暴一下啊 你们不同意见 可以 可以说一下啊 爱进不进啊 我也不带单 好再见啊 嗯 嗯 嗯